谢谢大家收看 由新生活杂志旗下的爱生活网站 为你所呈现的大师驾到的面子直播 我是赵惠胜 创刊于1972年的三日刊的新生活报 已转型成为线上的周刊 新生活报在2016年创立了一个网站 叫做爱生活 记得去like and share这个爱生活的Facebook页面 好 我先要感谢爱生活邀请老师来到今天的直播来讲 一个非常令人很感兴趣的课题 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赵惠顺 物理硕士量子义经老师 过去老师都是在研究物理 过去三十年了都在对这个玄学 意经的玄学都有兴趣 都到处拜师 然后呢在在整个过程中呢 老师有一些心得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题呢 是天人感应的科学 我们呢时常在帮人家算命 或者是在占土起挂的时候 往往都有一些灵感 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子 你想到一个朋友 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突然他会出现了 你想到了就出现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有没有说 昨天梦到一个号码 我今天就去下注 就中了 有没有碰到 这个叫做感应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这样的 我们去spot question 什么叫spot question 就是我们预测 老师会出些什么数学的课题 或者是会出些什么题目 然后真的我们预测的时候 往往真的就如我们所愿的 都会这样 所以你为 你为有些 我们这些读书仔 我们学霸 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会 其实不是 我们多了一个技能 那个技能就是预测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讲 这是感应 我们叫做感应 那我要解释 什么叫做天人感应 OK 在义经 我们中国人以前到现在 都给这个义经的智慧 影响着我们 所以义经里面呢 他都放成天 人 地 有天 然后就有人 然后就有地 所以我们讲天人 天人喝意 有听过吗 天就是这个大自然 然后人就是我们了 人了 所以天人喝意的时候 他有一个状态 那个状态 就是你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 这个大自然已经是你了 这个英文有个字叫做assimilation 就是已经融入了 所以当你融入了之后 这个呢就感应 有些人说 可以说是第六感吗 也可以这样子说 也可以这样子说 可是呢 感应的话呢 到底跟谁感应 跟动物感应吗 还是跟大自然 或者是跟植物感应 所以天人 我们讲天就是大自然 人就是人 我们 OK 所以感应 你可以 You can read the nature 那个大自然的information 就是它的信息 所以呢 感应 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两个字 感应呢 就是 信息 你要感觉到那个信息 然后做回应 感觉到那个信息 然后做回应 这个叫做感应啊 有些人很麻的 什么都感觉不到的 感觉不到的 哪里 所以呢 很多宗教 或者是一些 能量学 他叫你meditation 要静坐 把一切的那些诈念 沉淀下来 静下来 沉淀下来 当这些全部沉淀下来的时候 你的信息 很sensitive的 你都会拿得到 很敏感的信息 稍微很小小的信息 你都可以拿得到 换叫说 你的天线 会比较强 OK 好 这里有个问题 你 如果跟灵界有感应吗 有的 我会讲到这个 我用科学讲到 会讲到这个 这一方面的 所以感应 就是跟信息 有关系 信息 如果你跟天上 有感应 就是跟天上的 灵界 有 有信息 如果你跟下面的 灵界 有感应 就是 你跟下面的 拿到信息 所以信息 很重要 OK 它不一定是 你眼睛看到的 可是呢 information 有了 信息 有了之后 你就有感应 所以啊 我们感应啊 所以今天呢 天人 我不讲下面的 我讲天上跟人 天上跟人的感应 的科学 什么是科学 我先定义先 科学就是 你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再去 制造那个答案出来 你做这样的 experiment 你可以把那个结果 再创造出来 reproducible 再可以创造出来 再可以制造出来 或者是 再可以 你知道这个方式 你不同的时间 也好 不同样的空间 也好 不同样的人 也好 你用这样的方式 做出来 他就得到你 这样的结果 这个叫做科学 科学它的定义 只有两个字 reproducible and repeatable 你可以一直 不断的制造 制造 制造 这个叫科学 如果你跟 这个天上的能量 感应了 你跟他感应 你跟他说话 你要求 他给你 信息了 你去制造 同样的 明天 你又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时间 同样是你 你也用这样的方式 跟上面 沟通 拿信息 也得到这样的信息 这个就是很科学了 并不是说 迷信了 可以reproduce 了解了 这个信息很重要 但我们来讲 物理的世界 什么是物理 物理就是这个食物 物件 东西 你摸到的 你看到的 这些全部都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离不开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物 它的理 原理 这些叫物理 你活在这物理的世界 有一样东西 必须要了解 那个叫做光 light 光 你今天如果没有光的话 你没有光的话 你活在黑暗的世界 你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很奇怪的 这个光 OK 这个光 你 它有双重特性 它有duality 它有双重特性 那你看到的光 你觉得是什么 你看到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用物理的原理来定 决定这个光 它其实它是particle particle是什么 粒子 一粒一粒的 所以你看到的光 它最后是一粒一粒的 我们现在所用的太阳能的 太阳能电板 它以前是有Einsight那边 它用它的原理 它证明光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光一粒一粒的打在 我们用的太阳能的板上面 它有压力的 它有一个光压 所以光压 它就会压下去 产生了它的voltage 就是它的电浮 所以就会产生电流 证明光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叫做光粒子 我们也叫它做光子 OK 它是以什么光速度进行的 就是光的速度 speed of light OK 所以你今天你看到的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时候 其实那样东西 诚信在你眼睛的时候 它是以光的速度 到达你的眼睛 到底多少呢 3乘10 over power of 8 meter per second 这是物理的 可是光哦 当有些科学家又用另外一个experiment 另外一个试验的时候 那个叫做双 两个缝 两个缝的 来试验的时候 它说光被证明 也是以波出现的 波 海浪的波这样子出现 这个怎么证明呢 如果你在一个房间 关完灯很暗 你的客厅开着灯 开着灯 然后你的那个 那个缝 那个门的缝 你开一点点 你整个房间里面 本来是黑暗的 都会有一些光 你都会看到 OK 如果说光是远着自现进行的 它应该被那个门block住了 对不对 可是它的缝那边会有光出来 它有光波 光的波出现出来 所以呢 证明了光它是可以 双重特性的同时出现 它又是粒子又是波 又是粒子又是波 这个呢 190多年的时候 科学家很难接受 怎么样东西可以双重性格出现的 OK 这个呢 就以 你是 以什么 experiment 试验去看那个光 它就呈现出来给你看 如果你用那个experiment 是说它是波的 它就会呈现 是波的 呈现出来 如果你是以光 粒子的experiment 去试验它 它就会以粒子呈现出来给你看 这个呢 就 就 决定了 一样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面 它的结果 是由 我们 observer 观察者去决定 我这个 很多科学家 那个时候就不能接受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有那个 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 今天 你去问师父 师父 我的命运怎么样 你就是observer 依然你问你的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命运 你就是观察者 你就决定了你以后的命运 你要看得这些 慢慢的会把这种科学的理论带进来 我们这些所谓的玄学里面 好 既然光 它是以波的出现 然后呢 慢慢就走入了双重性的光 所以呢 就来到了易经 呼吸 一开始它说万物一个能量团 太极 太极你看不到 它是一个能量团 那个能量团呢 OK 它就会分两仪 分两仪是什么 阴跟阳 阴跟阳 它分出来并不是说阴的出来了 阳的没有了 不是 它同时出现 这个就是光的那个意思 它是粒子 它又是粒 阳跟阴 同时出现 好跟坏 实跟虚 同时出现 实跟虚 同时出现 OK 那实跟虚 我们活在什么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实的世界里面 实的世界 科学里面可以以四个来 XYZ 四度空间 XYZ就是你去前面 你去右手边 然后你去上面 XYZ 还有一个时间 这个是实 所以你每天看到的摸到的这些都是在这个实的世界 这么虚的世界呢 虚的世界 虚的世界 你去每天早上起来缩牙齿的时候 你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你就是虚的世界 如果你梦 你梦到你晚上 你梦到你梦到你里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虚的世界 有没有人做百字梦 有啊 他做百字梦 他梦到他以后 以后这大辆车 那个也是他的虚的世界 所以啊 在物理里面 在科学里面 以前啊 以前在1922多年的时候 量子科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人很烦恼 数学先出来 数学啊 他有一个叫做虚数 虚数啊 谁会的啊 虚数有个I在那边的 我们from to do the mathematics 有个I在那边 I的是叫虚数 其实啊 我要告诉大家 那个虚数所描述的 就是 就是 灵界的信息 虚啊 就是因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 然后呢 十的数的 就是你看到一二三四啊 加起来在十的数啊 这个呢 就是你这个世界 十的世界 所以他是同时出现的 同时出现的 所以呢 在量子科学里面 在1926年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有这个波函数 他全部都是用那种虚数啦 这些全部 还有虚数 史数加起来 这些 哎 那个什么意思 那个叫做 probability 或 然率 或然率 哎 科学了 以前 科学就是你看到就看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对就是 错就是错 可是1926年 已经开始量子科学 他说你看到的东西 是一个或然率来的 你摸到的东西 是一个或然 或然率是 可能摸到 可能摸不到 所以他是一个probability 所以这个可能性来的 OK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在科学界里面 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 科学开始研究灵界了 很多人只是不懂 OK 而科学在那时候 1926年量子科学出现的时候 所以里面都有一个 矮 矮的那些数 那些呢 算的 计算的 都是讲虚的世界 都是讲虚的世界 就是讲意识 consciousness 意识 信息 我问你啊 然后十个世界 十个世界 讲的是物质的世界 你摸到的 你看到的 你每天去ping 今天11月11号 ping多多 ping什么 去大买东西 买的东西都是十的世界 十的世界 物质嘛 所以啊 当这两个喝起来 就有一些字眼 你会看到了 心 心就是意识啦 义 乌就是物质啦 喝义啊 心物喝义 天人喝义 懂啊 所以就有 就有这样的字眼 心物喝英文 就讲 body and mind body and mind 很多人学 Yoga啦 这些都是讲 body and mind 怎么去 integrate 这个呢 其实蛮科学 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这些 但我慢慢的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进入虚 为什么我们算 帮人家算的时候 有些人为什么你算得这么准 其实在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进入了一个叫做信息场 刚才讲虚的就是信息啊 你知道吗 一个东西它在这里啊 一个物件在这里啊 这个东西你搬走了之后啊 你用一些特别的camera去拍它啊 你还拍到它那个能量 刚才那样东西的能量留在那边 ok 只是你看用什么东西去拍它 不能 同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他死了之后 他的信息还会在那边 信息 信息 所以那个信息场 所以信息就是讲所谓讲的灵界 ok 灵界 那你有没有一些亲戚朋友啊 走了之后啊 你心爱的人 一些亲戚朋友 你感觉到他还在你身边的 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哦 你说哦 真的吗 不是 他感觉到他真的存在的我 哦 这只是讲不出 讲不出 也没有去研究 所以只是讲 哦 这个好像很邪 其实不是的 老师是科学的 所以老师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所讲的信息场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灵界 就是爱的那一方面 就是讲虚的世界 ok 所讲虚的世界 好 了解了这一个 我们再来看 所以在1926年呢 量子科学就发展 它发展 它发展 它用科学的方式来讲意识 爱的那个讲到我们的意识 老师以前读的时候啊 我看一本书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量子边缘 物理边缘的科学 物理边缘啊 你读到物理读到最后不能 它边缘了啊 科学就是这种啊 所以人家讲 Metaphysics 你会听到人家讲 Metaphysics 只是一个开关 开面的 Metaphysics 其实真的 所讲的Metaphysics 叫做 Metaphysics 量子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谁讲量子的 那个世界 那个国家强在 这个量子的世界 它就control 量子 等下我会讲 一些量子 这个意识跟虚空 这个同样的 虚空 虚空 然后呢 它都在讲 或软率 讲 probability 随机性 随机 有时有 有时没有 有时你看到 有时看不到 有时你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它是probability 所以呢 它是 记得 它是一个复数 复数是complex number 它是识跟虚 加在一起的 识跟虚 你这个识的身体 跟你的虚 虚是什么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所谓 大家所讲的 灵魂 灵魂 OK 信息 你的能量团 那呢 我跟你说 去年 2019年开始 有一个29岁的少女 她用了两个时间 给人类看到 宇宙里面的 第一个黑洞 她做了两年的 拿了信息 做成一个video 给人类第一次看到 宇宙的黑洞 2019年 所以呢 那个黑洞啊 它吸什么都吸 连光都吸 所以它就会黑色咯 黑色既然看不到 可是它可以令我们看到 哇 它一给我们看到了之后 到很多量子物理的科学家 就在研究 研究到 哇 真的有在啊 所以它会吸 这个黑洞会吸 吸四周围的东西 什么都吸 所以啊 就有人开始说了 如果它吸了进去 把我们人吸了进去 把全部宇宙的东西吸了进去 什么东西可以留在里面 到到最后 到到最后 科学啊 去年啊 2019年尾的时候 研究到出来 当这些宇宙的一切东西 进了那个黑洞里面 只有信息 信息没有被破灭 没有被破坏 它留在那里 留在黑洞的壁里面 那个Dunner的墙壁里面 他们用Mathematic去算了 换句话说 老师一直在讲的 灵魂是不朽的 灵魂是不会死的 这意思 不死是不会死 当我们的实体走了之后 那个信息 那个software 那个信息 还连黑洞都不能破坏它 换句话说 我们的能量 可以留在那边的 OK 好 先了解这个先 原来我们所讲的灵魂 就是爱来的 就是虚的 虚空的 那这个呢 就慢慢的量子物理 就慢慢进展到现在 量子物理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在有一个发展 有一个thinking experiment 它说 它一个黑色的香 一个黑色的香 里面放了两 一只猫 一只猫里面 在黑香里面 放了一个毒药 也放了同样多的vitamin 给它吃 关了 关那个香 现在它就问科学家了 你说这只猫死了 还是活 你没有开香 你说它死还是活 很多人就说死 很多人就说活 如果你一说它死 你开香 它就死给你看 你说它活 它就活给你看 为什么这样 这个experiment 刚才说了 量子科学里面 那个observer 那个观察者 有可能影响到 那个结果 所以啊 那只猫啊 活跟死 是同时出现的 同时出现的 所以啊 这个量子科学 给我们知道啊 你这样子看它 你不能 当你看它 你就影响到它了 所以它这个很难解决 OK 很难解决 它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 OK 两个洞 两个洞 一个 一个光子 光子 它不是波 光子 它过 它过这个洞的时候 同时也 过另外一个洞 我不知道你听着 懂什么意思吗 一粒 光子 它同时可以 过两个洞 呈现在 那个洞后面 就会产生 interference 它有个 pattern出来 OK 如果你关了一个洞 这个光子 是过一个洞 它就没有 那个pattern出来 好像波 的pattern 如果你关另外一边 那个光 一粒的光子 只是过一个洞 出来的也没有 那个pattern 那个pattern 要它呈现出来 就是当这个例子 同时过两个洞 同时过两个洞 它才会呈现出来 这个呢 就 讨倒了很多人 所以呢 所以这一个呢 两个洞 所以这个量子 所以它就算pattern 量子 爱因斯坦 它不能接受这个 爱因斯坦 它是物理学家 不能接受 它说 我不相信 这个能够 所以爱因斯坦 它不buy the idea of quantum mechanics 它说量子 科学 骗人的 它不接受 可是啊 这个慢慢展员到 这个两个洞 拉开 拉开 因为爱因斯坦 说 在我们的实体 的世界 在这个宇宙里面 没有东西 可以快多广 没有东西 可以快多广 它对了一半 可是 它不知道 还有个虚的世界 虚的世界 anything 可以快过光 但你听得懂 这个先 等下我会教你 怎么样快过光 然后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两个洞 拉远一点 那个光啊 也可以过 同时两边 再拉远一点 它这个光 也可以快过 两个洞 快过这么远 如果这两个洞 一个在 在 在 在火星 一个在地球 同样的 那个光 也可以同时 过两个洞 如果这个光 在 另外一个太阳系 它也是同时过 所以换句话说 有东西 可以快过光 两个在 上那个星星 快过那个光 OK 所以这个就是 使得爱因斯坦 不能接受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 纠缠着 所以就叫量子 纠缠 量子 纠缠 这个量子 纠缠 这个叫 Granton Embanglement 这个呢 我老师 研究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这个只是在 理论上 上个星期 老师 我们 老师 attend了 一个 Sermina 就是 U-U-P-M 请了外国 大学 一起来 这个量子 科学 请了一些美国人 这些研究这一方面的 OK 研究这方面 其实已经在应用了 所以你会听到 人家 Granton Computing 他们用在哪里 我跟你说 你想不到的 你现在 你 现在 你有一个很长的 那个 Password 对不对 对不对 Password怎么制造 Password 制造的时候 它制造了一个 慢慢 send给你 send给 Encred 之后 再送给你 不希望别人 解码 所以你拿了之后 你开 你就开 可是现在已经用到 Quantum Embanglement 什么意思 当一个朋友 在美国 他开始 Generat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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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word的时候 你在这里 就马上收到了 他量子 纠缠 做了 所以没有 人在中间 可以 收得到 他快到这样子 所以量子 纠缠 已经用在 这样的 那我要告诉大家 量子 纠缠 是 怎么样 你 你是 实的 不要忘记 还有个虚的 虚的你 虚的你不一定是一个 可以很多个 在不同样的 空间里面 很多个你 在不同样的 空间里面 他可以跟你 量子 纠缠 量子 纠缠 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信息 他可以传给你 快过光的速度 或者是你的信息 可以快过 你的光的速度 你有没有试过 这个 这个现象 你驾着车 你说 我要找 很多车 那边 哪里会有 你说 我会找到的 真的 你驾车 站在前面的时候 真的有个 等着你 这个叫做 你的信息 传去哪里 传 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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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叫传回来 我们叫做投影 投影过来 这个十个世界 所以 所以 这个量子纠缠 这个现象 当你进入那个量子状态 量子状态 量子状态是怎么样 迷迷迷糊糊糊糊 迷迷糊糊糊 好像 在这个世界 又好像不吃在这个世界 这个是什么时候 很多人在meditation的时候 很多人在 在 在 在睡觉的时候 那种量子状态 又好像虚空 又好像在这个 十的世界 它是双重出现的 OK 所以当 物质 你的实体的世界 在 这个量子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 进入了 虚的状态 所以这个呢 你的意识 就跟 物质 就在 摇摆 我们讲摇摆 在oscillate 在整当 所以呢 这个呢 量子状态呢 就会产生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有什么用 有啊 量子纠缠呢 有什么用 量子纠缠 你可以进到虚空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虚空的信息出来 所以啊 很多所谓的大师 Nikola Tesla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科学家 其实 他 他创造了很多 那个时候 193多年 他已经创造了 很多很多很先进的一些科技 可是他给人家干掉 他给人家干掉 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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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Nikola Tesla OK 他的信息 他还没有做那个实体出来的时候 他全部的东西信息都在他脑里面搞定了 他在他脑里面已经有了 啊 他 所以他做出来的时候 全部 做出来都不会错的 你看他的历史 没有做错的 我们还有try and error try and error 他的信息从里面拿了出来 process了之后 就是在 在这个实体那边做 所以到最后啊 我要告诉大家的 量子信息 为什么 现在你会听到什么量子信息 quantum information 其实啊 quantum computing 为什么算得这么快 你要解一个码 我说blockchain 那个blockchain 那个码 你如果你要用computer来解他 解他多少层多少层多少层 所以他必须要用 多少台的computer 要用好多万年 才能解那个码 可是啊 如果你用quantum computing 这个quantum information的方式来解他 几second就解出来了 几second就解出来了 几second就了 所以我上次在以前的直播的时候 我讲blockchain所谓的这个 这个blockchain 那个区块链的科技 可能会过时了 因为当你了解了这个quantum information的时候 所以啊 虚空是一个虚空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爱啊 就是那个虚的那个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开发 我们活在这个死的世界 还没有真正去开发虚的 在虚空里面 他没有时间开明 omni present 就是讲omni就是永远在那里 有没有听过 人家在天上啊 天上一年 可能在地下几世纪啊 你不相信 你看回那个adventures the end game 哦 那个蚂蚁先生回来跟他们说 我们回去改变历史 做那个 回去 到最后 你看那个American Captain American 他去meet他的 他去meet他的 他死了去那里 去那个空间啊 虚的空间啊 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啊 他其实已经 科学 这些science fiction 已经做出来 命什么 meens啊 这些都是在进行 虚空没有时间 没有速度 没有光的速度的limit 你一进去里面 你可以 换就要说 你今天人家来问你东西 你帮我算算看这些 你帮我算看这些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这么零 为什么算到这么零 我们也不懂 因为我们在学易经的时候 易经 能够 你看到那些日 他就是带我们 可以进到去 虚的那边 等下会讲到那边 所以呢 在虚空里面呢 他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如果你要拿能量 如果你要问一些科学东西 问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哪里 在虚空里面呢 在虚空里面呢 在虚空里面 他没有没有不在啊 他information都在那虚空里面去拿了 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问一个问一个 问一个 Apple的哦 你问那个 他走了之后 他的information还在那里 还在虚空里面呢 进去里面拿了 OK 所以啊 老师的计算啊 所谓的这个 这个 quantum的这些虚空里面 哪 information啊 你再给他 五年到二十年 他发展得非常快 为什么要讲五年 啊 你给他五年里面去到十五年 他十年 他会去到非常快 因为 因为 2024年开始 他是离挂 2024年到2044年 是九孕 九孕是离挂 离挂是 离中虚啊 中间是虚的 他那个虚空的科技会发展得非常快 所以我说啊 quantum computing啊 quantum这些全部的 这些全部啊 以后啊 你要算东西 按一个button 他在button computer进去里面 虚空里面 运算了 哪information出来的 OK 那你讲 哦 是这样吗 跟着我的学生呢 他都知道 这些不是在 天方夜谭 OK 现在你都不用按computer了 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Elon Musk 已经把这些全部 接在你的脑了 只要你想 已经进去 进去哪里 很多有会进去computer里面啊 到最后 我跟你讲 那个是进入虚空的 computer 你以为那information 收在你的computer hardness里面啊 他在cloud啊 在cloud 放在哪里就是虚空的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ok 换在他人死了之后啊 他可以再download回 把他这个information 放在另外一个实体上 他明年就要launch了 那个他的project ok 好 先了解这个量子信息 所以啊 在懂得用这个虚空 他会突破我们的时空的限制 他会使到我们的limit 没有限制 你问我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回答你 你没有问神 你问神 神什么东西都可以回答你 他不会说不灰的 他不会跟你说我不灰的 因为神 所谓的神啊 他有办法进入虚空 拿information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新的文明开始 人类的文明将会在这五年 接下来这个虚 黎中虚这个挂九韵的时候 人类的文明将会变成无 没有限制 一切都有可能 invincibility 英文讲invincibility 不是invincible invincibility 他不会被破坏 他会发展得很快 所以这个呢 就会慢慢变成 灵界的科学的沟通 跟灵界沟通 他会变成很普遍的 他会天人合意的科学 很普遍的 你想到什么 跟他讲一下 他就会了 所以呢 你可以跟上面的虚空讲 刚才这里有问的 可以 不可以心想事成 可以 你可以跟未来的你 未来的你 沟通 你可以跟你过去的你沟通 因为当你进入虚空的时候 未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啊 你就会去到前面 ok 去到前面 你的前面 创造 你要到达的地方 然后回来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有一些学催眠的 他说这个叫timeline 时间轴 timeline 同样的 同样的 我只是解码给大家看 这是很科学的 所以你 就可以 如果你发出来的意念 你的信息 很focus 好像laser这样 很有力 你发出来的那个意识 很有力 那个就会发出去 四周围的信息 就会做了之后 帮你integrate了之后 就会 蟲蚓在你的世界里面 就让你发生 这个叫做 心 想 试 诚 所以你 很negative 你的power很negative 你发出来之后 上面去process 也会 把你要的东西 呈现在你的四周围 所以那个变成 你样样东西都negative 所以你吸引来的 都是negative的世界 所以啊 secrets那本书 其实也是在讲 这个量子纠缠 我只是解码给大家听 原来我们活在的 在这个世界上 活在谁的世界 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出来 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 是你创造的 你自己创造的 你相信有天堂 天堂只会出现 那些相信它的存在的 我已经很科学了 因为你的结果 我是由观察者决定 对吗 所以你的 结果 你觉得你死后会去天堂 但是你的结果 你就会呈现出来 有些人不相信 他会上天堂的 他说我去天堂 我的朋友全部下地狱 这样我去地狱好了 他相信有地狱 所以他以后就去地狱 所以我们的相信 创造我们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实体 不要忘记 我们的实跟虚同时出现了 我们的虚 创造就是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里面的思维 同时出现这些世界的 好 这种的现象呢 我们讲这种现象啊 当你有量子状态了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谁有meditation过了 反反复复 或者是谁练气功的 谁学 静坐的 那种反反复复 那个叫做量子状态 那种量子状态 你进去了那个虚空里面 那个虚的世界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你摸到的东西 你感觉到的东西 那些叫做量子的现象 那个叫神游了 普通人叫神游了 神游 神游太空 神游什么 老师有能力 让你们进入那个状况 去跟财神也沟通 你相信了 跟财神也沟通 进入那个frequency 这个就是 老师要用的 就是这个量子的现象 量子的状态 你必须要 帮忙那个frequency 跟它synchronize 你就跟它共鸣了 你的潜意识就会进去那边 这个就是科技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人 你的意识 进入那个虚空了 那你要什么 你要问什么事情 你要问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在里面创造出来 出来了之后 你就会如你所愿的 OK 你就会创造 这个叫做无中生有 这个叫做心想事成 OK 这个叫做 如你所愿 它有它的科技的 并不是说只是 几个字 摆一摆一些东西 就会 当然 你的能量是一个场 能量场 信息场 你进去里面 你会有interaction的 所以你平常 在这个自常生活 OK 我们必须要远离 阴的能量 必须要把自己的阳的 阳的气要保住 我们人在这个阳的世界 还是要阳的能量 在阴的世界 是有阴的 OK 但我们这样子 阳的能量 具足了之后 所以进去那些 虚的世界 就是阴的世界 就会阴阳和平 就是阴跟阳 天跟人 就会合一 OK 所以呢 在里面 你在要求什么 process什么information的时候 在那边做了之后 投影出来 投影出来 你可以投影在这个世界 所以我讲 投影这个世界 你要它几时发生 你要它发生些什么事情 都会来 所以啊 很多时候 你懂了这个的时候 你做东西 你来不及做完 你说哦 很希望有人来帮 真的有人来帮你 你说哎呦 这个生意很不好 希望多做几单生意 真的有有customer来了 有时候你 你想哎呦 行情不好 我想要去打一份工 去那边interview 我想要做那份工 薪水好一点 真的会有 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这个叫做感应 对不对 现在你明白感应是怎么样来的 这种感应就是你的 你的frequency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已经放进去 放进去了虚空里面 虚空替你创造出来 当然这个虚空里面的谁帮你创造出来 不是别人 是你的 虚的你 是你本身 是你本身 因为你在这里死 你在那边的你 也会支持着你 既然在那边的你 不是universe 不是一个 现在不流行 讲universe universe 一个 现在讲multiverse 多平行 平行的宇宙 同时出现 换叫做你本身 也在其他的宇宙 你看不到 同时在修 同时在修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 哇他样样都会的 为什么他科学又会了 等下宗教又会了 等下marketing的又会了 什么都会 因为他懂得把他的各方面 各parallel 各宇宙 虚的宇宙 实的宇宙都好 都会把他能量拿来 因为信息是在虚空里面 所以他会拿它进来 那我了解了这个 上个星期有一个NASA NASA就是NASA 就是美国的太空署 他有一个harbor telescope harbor telescope很久了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看到 他发出去 他拍很多 他专门找宇宙 宇宙里面的一些planet 看有没有人类 他找到了很多几千万粒 跟地球最近拍出来的 他说地球有几千万粒 跟地球的差不多一样size 一样环境的在这个宇宙里面 然后算算上来 假如有几千粒 跟地球一模一样的 很有可能有alien 他写在那边 很有可能有alien NASA 他敢这样子写 可能是因为选举乱的时候 敢敢写这些 不用给人家censor 是啊 他讲出来 换句话说 虚的 神明啦 什么灵体啦 我们的都会有灵在那边 其实不是虚的在那边 我们也有十个 可能在terror universe 你今天在想做的东西 可能有另外一个 你在别的terror也是在做 所以啊 我讲了这么多 then 你会进入了 我们所讲的 为什么帮人家用益金算卦 算的时候这么准 我的老师张开心 师父我北京 益金大学他已经走了 他跟我说 我问他 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几时学 他说他学不久了 那个时候教我的时候 90年学 我95年我跟他学 他90年才学 五年里面他成为益金大使 他跟我说 学这些不是用人慢慢教的 不是慢慢学不是看所有人 直接盘进去的 他讲这个的时候两天就学完了 师父带路门修行就看客人 直接进去里面拿information 所以两天就学完 然后啊 他五岁的时候 他在学他还不了解什么叫益金的时候 他的父亲带他去所谓的现在的八三马拉玛 他去走走走的时候 他问他的父亲 他们在做什么 他说在算益金占卜卦 当他说在谁在算这占卜卦的时候 一切的路过神明 路过的神明都会来帮他解卦 这个我老师跟我讲 我一讲了 我读科学的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量子 量子 纠缠这个字 这个叫量子纠缠 当你在算这个的时候 其他的空间的能量神明 去帮你解卦 所以啊 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我们在算卦起卦的时候 有时很准 为什么准 有时候 我们的信息 不是自己 有时候是从那边拿出来了 讲 ok 所以呢 卦 我们学八卦老师的拿手的 就是教益金 八卦 阴阳 五行 所以卦 我们有八个卦 你去找回老师以前的那些直播的 讲卦 第一个卦 前卦 三条线前卦 很多人认了 哦 学了三条线是卦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卦是纯阳 一阳 二阳 三阳 三个阳开态 三阳开态是什么意思 全部都通行无阻 太过就是通行无阻 三个阳开态 全部都是阳 当有阳的时候 阴的叫靠边站 阴的 你要听懂什么意思 阴的靠边站 如果有时候你去到 hotel 我这个学的很阴 一些阴鞋 你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我跟你讲 你只要你在空间 在你的房间 拿起你这个手 手指 一 二 三 你的空间都 充满着阳的能量 就是这个空间都充满着阳的能量 那些阴的都要走 但是我教人家的时候 人家第一个开态 是不是很迷信 其实我跟你讲 当你了解了 刚才我讲的天人 荷义的能量 有虚跟实 同时出现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瓜 一 二 三 那三话 是你看到的实体的 可是在虚的空间 它是跟羊的能量团 羊的能量团 那个羊的能量团 在虚的空间 就会跟这个虚的阴界里面的东西 再调整了 再调整 调整了之后 它再蠢引回来 你的世界的时候 你的房间的时候 虚的阴的不见了 我讲的很详细 老师没有试过这么详细的解释过这样子的东西 人家了解了 原来这样 前卦有纯阳的 坤卦有坤的意识 包容的能量 然后呢 当然它还有其他其他的一些对话 有雷正卦 这些不同的卦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学的 ok 然后呢 当然 当你去学这些能量的时候 ok 不是每个人都会 这个呢 你要 这个天人 天人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 它还有一个law 要看着的 那个law是什么呢 那个law就是 law of nature 大自然的 就是大自然 所以你 必须要 constructive的 创造的 更好的能量 并不是 破坏这个能量的 所以这里有个关系 你看到川普会拿到 虚世界的能量吗 史赖皮会帮一群人 去救能量吗 那么 我要告诉大家 很多领袖 他们能够在 成为人的领袖 成为站在 全部人的前面 ok 他都不简单的 ok 刚才我讲了 每个人 如果他是observer observer就是观察者 有能力决定 那个结果 每个人 看他一眼 每个人看这个领袖一眼 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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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这样子 他就会创造 很多人 不喜欢他的结果 ok 并不是谁算了 说了算 环境会 所以这个就是 科学啊 当每个人都想他不成功 他就不成功给你看 所以啊 那你说 现在 你问的他 那个会不会去呢 那些人 我们不要讲什么了 大多数 那些领导啊 他都有他的军师了 所谓的军师 有这些的在后面 来帮他一把 ok 有帮他一把 以前的皇帝也是这样 以前他们不叫做 他们叫做物师 两个人在做工 就是跟天地啊 在什么 要雨啊 求雨啊 那叫物师 过后呢 真的求到雨 叫国师 帮国家 慢慢的就变成军师 这些一步一步来 所以 每个领袖都有他的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 这些呢 人在做 天在看 所以 大事啊 大事 是由来 天来决定 大事是由谁来决定 是由天来决定 小事 由人来决定 小事啊 由人来决定 你说了 你找钱 你一个月 要五千块过活 一个月要十千块 过活 你说这个找钱 是小事还是大事 小事咯 所以由你来决定咯 由你来决定咯 大事 国家的大事 是 那个蚂蚁金服 如果他一 on的话 很多问题出现 会影响到 后代 所以这个是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由谁来决定 天来决定 所以天来决定 都要看 timing 他的那个 节气在转 所以我们懂了 知道在科学了之后 我们要布局 布局 所以呢 布局就是把这个环境 磁场 怎么样去调了 我们学这些 就使到他会给你用的更好 当你看这个东西 你放一个东西 你就不要认为 他是实体的东西了 你不要知道 他带着虚的能量在里面了 你画一个刮在那个角落 那个刮不是在画了 他那个呢 是有虚的能量在那一边了 所以风水里面 你看不到 很多人不相信 以前西方人都不相信 可是慢慢 现在都相信了 风水里面有八个字 遇风则散 遇到风就会散 遇到水 遇水则止 所以他会止 然后他会散跟止 所以这个都是磁场跟能量 你懂了这些的话 改天 改天 现在software 全部有了之后 按一按button 他就会看出来给你看 这些风水的磁场 怎么样走 怎么样走 全部秀给你看 改天可能的老师 做一个给你看的 用virtuality的带上去 你会进这里面看 这个能量不好 把这个移植移开 移开 不能找师傅来算 这个叫做科学了 好 老师还有一点点 今天老师跟你讲的这些 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 OK 老师是破解迷信的东西 老师的功能 老师的使命就是把东方人的异经玄学 以西方人的量子科学来讲解 所以是东方西方合佩 你在整个这个本地你很难找到有人能够用东方的玄学的智慧 用西方的来讲解这样子 刚刚好老师在这方面有兴趣 有研究 所以这个就变成我要做的工作 早在19世纪 有一位科学家叫做Faraday Faraday不是Faraday Faraday 他在19世纪他找到 他发现到电磁感应 Electromagnetic effect 他说他做个电流给他过一个wire的时候 他会影响到那个compose里面的磁场 所以就叫电磁场 Faraday 他19世纪他发现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他 OK 可是他用了蛮长的时间 证明了所以就有了开始电磁场 有了有了moto 有了出现 我们现在活的世界 我们的文明也是靠他 欠了他很多人情 同样的 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量子 易经的这些全部 可能你给他50年 不需要了 你给他20年 他就会发扬广大 所以我很感谢 大家今天能够花时间来听这个 听这个讲究 要必须要很open mind 当你很open mind的时候 你这个information就会开始进来进来 OK 老师呢 如果所有兴趣的 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所以我很感谢 爱生活邀请老师来到这里 给大家讲这个课题 好 我就在这里 这里给我带一下 Madeleine讲 常常看到111 111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今天 腰就是在易经里面 八个瓜里面的第一个瓜 如果你把两个腰贴在一起 就是有64个瓜里面的第一个瓜 纯阳 所以易经里面 阳是什么意思 叫做领导 他讲话 他说了算 在那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常常看到 患者说你 很想做领导 你很喜欢带领人 你很喜欢 很喜欢 说了算 或者是你要人家听你的 今天 今天老师被邀请到 11月11号 来讲这个课题 所以 这个呢 义呢 就是天 讲关于天人 和义的东西 你看这么巧 然后呢 前卦 前卦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领导 换句话说 在这个量子跟易经里面呢 我在今天讲的这个课题呢 我是在这一方面里面的领先的人物 这样子解释 OK吗 好 好